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着电影去旅行 敬想嘎那好时光 嗨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第七十届嘎那电影节已经迈入第九天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请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不一样的嘎那风情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影片 由萨弗迪兄弟指导 目光男Robert Pattinson领先主演的逐竞赛片好时光 今天在嘎那亮相 萨弗迪兄弟近年来在美国独立电影圈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名声 而Robert Pattinson也正逐渐地在萃取自己的偶像包袱 转而向实力派偶像发展 在今天早上的记者会上 Robert Pattinson就介绍了这部片为什么吸引他 以及他接下来的影片工作发展 我看了一张照片 从《Heaven Knows What》 从《IndieWire》 我看了一天, fica写ERS, Krzeg birth There was a picture of Ariel I don't know what there was about i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work with these guys Then I just did a meeting and I saw the trailer after it and I knew it 只是很偏像你会看到那些乐趣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过来到最尊重的感觉 你实际如说你真的看见这个图 我真的看见了 我的当时给你一切枪想起来 很多人的剧品都看似乎的 我一直想要看我公图 一些我认为我自己帮我公图的剧品 我看我公图的剧品 我认识了,我会跟Claire Denis 之后 然后 我真的非常愉快 看到这些人我工作 我认识了 Claire Denis 我认识我会跟Antonio Campos 到最后的年代 我认识有另外一部 和David Michaud 我认识有Ciro Guerra 他在《Embrace of the Surfing》 我认识不认识 太晚了 而另一部占据今天媒体头条的作品 不是电影而是电视剧 时隔25年导演David Lynch 带着重启版美剧《雙风回到嘎那》 在第三季的作品当中 一共有18集 除了全员悉数回归之外 还多了如莫尼卡贝鲁奇等重磅演员的加盟 所有剧集都是由David Lynch亲自指导 因此也保持了和前起季 一样的悬疑风格 那我们时光网的前线记者 Jamie Philberg也在今天的红毯上采访 赶快来听听他的第一首剧文 嗨, Jamie! 很高兴得和你一起来 嗨, Lillian! 嗨,莫尼卡贝鲁奇等 得到挑战以《追求蜜视觉》 里面和《追求蜜视觉》 进行《追求蜜视觉》 是一个超级的视觉 中央 arriba 80s early 1990s starring Kyla McLaughlin from fame director David Lynch and the series really was the first series in American television that was not an episodic show it was serialized where it had really a story to tell an entire season or even through an entire series as opposed to episode to episode and really the show was in a lot of ways groundbreaking and paved the way for popular television shows of the last few years like Lost and Fringe and can you please tell us about red carpet tonight how was it the red carpet was extremely exciting tonight as it is every night as you know David Lynch was there Kyle McLaughlin for Twin Peaks as well as director Barry Jenkins whose film Moonlight won best picture at the academy awards last year thank you so much Jami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bye 接下来来关心重点影人曾经拍出小公主地心影力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的 墨西哥导演阿芳索卡隆也在本届甘纳电影节上面举办了自己的大师班 在课程上他不仅分享了他的拍片经历也自爆在昨天晚上的 甘纳70周年庆典上不要看红毯上的大明星还有导演们各个一本正经 其实在之后的Alfred Party也是放飞自我了 哇 除此之外 阿芳索卡龍還透露 當年他接拍《哈利波特》電影時 差點因為沒有看過原著 而和電影失之交臂 在說《哈利波特》和電影時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节资讯 就分享到这里咯 网络上有许多人在问 我每天提醒大家 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且参与话题互动 那么精美小礼物到底在哪里 答案是还在我这里 我都还没有回国 小礼物怎么来得及寄出去呢 那么为了安慰鼓励一下大家 接下来乐游环节就要揭秘 我到底准备了哪些小礼物 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哦 今天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重要任务 要为时光网的粉丝们 挑选合适的小礼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嘎纳非常有名的特色街 梅亚迪叶街 在这里有许多的特色商店 小商品店还有餐厅等等 希望等一下可以找到 非常具有嘎纳特色 网友们因为很喜欢的小礼物 这家店好有特色哦 进去看看吧 哇 你看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吸血石 这是马卡龙耶 这个我知道欧黑脸有说 这是法国人他们吃橄榄的时候用的盘子 然后橄榄的壶可以放这边 然后就还有小牙签 超美丽的 我还以为只有五罗旺斯 还有生产新衣草 我想到这边有卖 这样一场餐呢 一共有三包 是五欧元 我来闻一下 好清新的味道哦 你们看这边还有耶 这样一整把的顺利草 哇 好原始的哦 现在还写1802 所以这家店看来也很有历史咯 已经开了这么多年了 这是一家古老的店 买到咯 好熟悉的感觉 就像不像国内的义乌 各种小商品 金仓大甩卖 发现一家香皂店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立体的 没想到全部是手工化的耶 进来也是一种香氛器 好庆人心理哦 哇 这边各种各样的香皂 每一个都不同的口味哦 比方说这个是橄榄 这是薰衣草 这个好像是蜂蜜 然后就是海洋味道等等 哇 因为欧美有跟我说啊 这边的所有的香皂呢 就是用橄榄做的纯天然 所以对皮肤也很好 会饱水 哇 这个也太大了吧 一整块买的食材 是要切成好几块不一样的来用吧 它这边写72%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纯天然橄榄精油吗 这是我的猜测啊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就是在南法非常多 蜡蜢餐的道理吃料 或者说是蚕 然后呢 它都是用陶瓷做的 上面的颜色啊 它的整个造型也都是手绘的 都是当地非常好特色的哦 而且呢 好像那种 从这个吹把就会有声音 像是一种乐器一样 好可爱哦 小盘子也好精致哦 都是用复古的广告 来做造型耶 大家瞧不瞧一个啊 逛街真是一件让人神清气爽的事情 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但是下午呢 约了一位很重要的人 那至于我究竟买什么 等我回国 你们就知道了 好 谢谢 这边这个船真的 我特别想坐 是啊 很有男法的感觉 对啊 这都是私人就是游艇嘛 是的 是的 然后因为嘎那这边呢 其实也蛮多富豪的 在比较以前的时候呢 都是很多欧洲的贵族 也都是来这里派对 一直到现在有的嘎那电影节 就变成明星们来派对了 所以我们很高兴 也可以来到这边 可以加入这个盛会 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 你这次来有什么样的 特殊的任务吗 或是怎样的心情吗 我特殊的任务啊 我就是希望把我的生日过好 是是是 对 我特别说了 今天正好是你的生日 你的生日愿望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可不能讲 但是我可以讲我去年的 好吧 也行吧 因为我去年的愿望呢 就是说 希望我可以有一些 国外的通告 你看去年的就实现了 那接下来你的工作走向 可能会更偏 但音乐呢还是更偏 电影还是希望两边都双七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受影响 不冲突 因为我之前是以歌手出道的 一直都是唱歌发专辑 但是我后来接触了演戏之后 我觉得在演戏当中 我能体验不同的人生 包括我在有一些唱歌的时候 可能没有一些经历啊 可能情歌唱的没有那么惨 但是经过演戏之后 经过了演戏有一些失恋 或者是绝望的一些东西 可能带到唱歌里面 带到音乐里面 反而还让我音乐更有效果 所以我觉得 有不同的化学效果 我真的还是觉得 不冲突两条腿一起走 在一起看我的时候 然后还说 把我的 我真的解释了 一些卡通的 然后呢 我会 从会 从头后过的 还有 我还要不得 是自己也会在 我会想 那还有就是 希望可以 接个接触吧 四月的时候呢 你也获得了一个 最受欢迎男艺人奖 所以就很好奇 像你 人气 那么高 那你是不是会有一些 比较疯狂的粉丝啊 像我这种没有粉丝的 就很好奇 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你跟他们的互动啊 是怎样一个状态 我跟他们是 互配的一个模式 就是互怼 就是像朋友一样 他们其实跟我性格很像 有人说是 身边的人会互相影响 他们都嘴我 但是我在网路上看 你对他们也是嘴很甜啊 就是该甜的时候很甜 该怼的时候怼 就像他们有的时候疯狂 该疯狂疯狂 该快乐快乐 该郁闷郁闷 那你们有计划要一起做生日吗 有没有什么粉丝生日会之类的 昨天凌晨的时候 有几个粉丝 是从我们中国跑过来 给我过生日的 然后带了蛋糕 然后蛋糕上面还有我的照片 特别感动 就是在我吃饭的时候 突然出现 然后就跟我一起生 好贴心哦 对 还挺感动的 没有想到 那这样吧 要不然我带你去买一些小礼物 你可以送给他们盖纳的东西 好啊 那我们可以往这边走 好啊 快去 就往这边 不是太远的 好 好 我们到咯 就是这里 就是在游客中心的一个礼物部门 所以这边是游客中心 然后有些游客 是啊 所以像在那边就可以拿一些地图啊 等等 然后这里就会很多 跟甘纳特别是七十周年 甘纳特别是七十周年 甘纳特别是你们学的小礼物 是呀 这边是要看一看 因为这个七十周年嘛 对啊 就只有今年才有 对啊 没有意义的 真的有被我们赶上了 那你们粉丝 会不会年龄层比较刺激的地方 是喜欢样子的系列 都有 还有那个叫妈妈外婆粉 这种年龄层 男伙计就不得了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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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找到了 五欧 哦 好可爱哦 可以啊 一般跟观众介绍一下 为啥是这个 因为这个剧 我们是干纳电影节嘛 就跟电影有关系 是 是 然后又七十周年 然后还有红毯上面的台阶 多好 对啊 是吧 而且只有今年能买到 明年就买不到了 新年五欧 明年五十欧了就 是 买东西要买涨价的东西 是 大家记住了 对这个好 谢谢 好 谢谢小白 那我们会把它寄给我们的新闻观众 所以大家一定要 关注我们节目 并且参与话题互动 你就有可能获得 小白亲自挑选的礼物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干纳电影节 素有电影奥运会之称 除了大师笔尖的主制在单元 其他单元的设置 简直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单元 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兜售想象 它的主主 还是为了找出未来的电影大师 所以电影界的顶级盛会 跟嘎纳电影节 从我做等其成 她的选片人 永远为人 困在各个影展 各个院校 坚定地奋斗在 挖掘前历史的第七线 事实证明 嘎纳在挖掘人才上的确具备 精准独到的眼光 被她挖掘的大导演 比一比皆是 从杠旅客 戈达尔 到大力兄弟 陀罗奇 麦克里等等 把嘎纳看作是 他们个人风格养成的孵化器 也毫不夸张 而当然 嘎纳看作的华人导演 也不太熟悉 譬如她是 香港殿堂籍导演 王嘉蔚 她和嘎纳电影节 可有说是 完美地扮演了 心里满和活乐的角色 1998年 不过30岁的王嘉蔚 已经凭借处女座 《望角卡门》 扣响了嘎纳的大门 1997年 她就凭借春光乍线 获得最佳导演 而在2006年 嘎纳又一次 发来关于王嘉蔚的喜讯 但这次她不是参战 更不是参赛 好不夸张地说 这简直是破天荒的 故事性的课 因为她成为了 嘎纳首位华人 不 是首位亚洲人的 评审团主席 至此嘎纳终于 让王嘉蔚如她的墨镜一样 在国际上 成为了一个偶像符号 在国际上 于德鑫导一般 本人的照片 放到佛 和刀 2人 稍联的